然後繼續我們就要來掌握的是 目前這個軍演的這個部分 關於像是中華民意研究協會的民調 認為說軍演誰會是最終的贏家呢 有人認為是美國佔了46.9% 而認為是台灣的佔了20.4% 那麼也有這個問題是 這個行動對於台美有沒有實質幫助呢 認為有幫助的一樣是佔比超過50% 來到53.7% 那麼恢復徵兵制義務役要不要延長 認為該延長的佔比達到74.7% 代表說大部分的民眾認為說 現在義務役的兵役該延長了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 現在有個最新的這個民調曝光之外 還有這幾天呢 包括這個擾台的次數也來到了203價次 那麼路透就有說武力鎖台 逼台灣上談判桌嗎 那麼另外也有日本的參議院認為 認為說有必要跟台美討論 保護在台灣的日本人的計劃 包括未來有沒有可能會有所謂的撤僑行動 而至於彈章大學的助理教授 他就有特別說 林隱又表示說在美國駐韓副司令 曾經喊出台灣有事隨時出動 後續的軍演恐怕也會為此而來 而共軍現在在台灣的軍演的天數呢 也出現了變數 因為現在北京有宣布在黃海 渤海 南海都會進行軍演 而且針對是不斷延長的圍台軍演 央視甚至還說可能會常態化 不過根據路透社的報導說 西方國家似乎認為北京對台灣的軍演這件事情 傳遞的訊息可能分為對內跟對外 我們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可以攻擊 預計機和干擾機在空中演習 解放軍圍台軍演本該落幕 但主導的總部戰區再發公告表示 最新軍演科目是組織聯合番茜 和對海突擊行動 從8月8號的零時至9月8號的24時 將在渤海局部範圍內執行軍事任務 禁止駛入 不止起初的三天軍演延後至8號 黃海 渤海及南海都加碼演習 北京對台軍演似乎看不見鏡頭 央視表示軍演章常態化 歡視鷹派呼吸進者認為 封出台灣已經是隨時可以上演的事實 還有我們20系列 比如說殲20 空20 運20 轟20等等等等 當然還有東風快遞的多種型號的換裝 還有一系列的殺手剪的武器裝備 北京軍事專家孟祥七在受訪時提到紅20 對於是讓大陸網友選炸國 大家都在猜測被稱為戰略重器的紅20 是否秘密採加行動 因為它不僅是大陸第一款獨製的隱身轟炸機 更能取代紅6系列的轟炸機 成為解放軍主力機型 一款性能強大的戰略紅炸機 對台海問題在國際上只是想做一場秀 展現對台強硬態度 而在對台立場上 北京真正的目的其實是考量到 台灣不願意經歷大規模傷亡 想藉由軍演的方式逼台灣上談判桌 好好談談台海問題 記者總統報導 持續來掌握共軍 持續有宣佈對台灣的周邊要進行實戰化的聯合演訓 而同一時間 美國雷根號打擊群持續的朝東南方在移動 而且方向似乎是遠離台海 外交日報的這個評論說 這場佩洛西訪台挑起了軍演 顯示了美國不只輕忽 中國大陸收復台灣的決心 在軍事上面 美國希望以航母打擊群來威懾 可能也是這個能力無法所及 我們持續來看 美國雷根號航母打擊群持續向南走 兩天之內向東南方再行駛了259公里 不過一看雷根號走向 如果繼續往東南方航行 真的還會進入台海嗎 也讓外界猜測 難道真的被解放軍演習嚇走了嗎 回顧1996年台海危機發生時 解放軍軍演範圍維持在中線以西 儘管如此 當時美國仍然派遣 兩個航母戰鬥群嚇阻大陸 時隔26年 北京軍演不但直接跨過海峽中線 範圍包圍台灣 飛彈更是飛過台北 直接落入台灣周邊 大陸軍事力量驚飛襲臂 甚至還有兩艘服役航母 而另外一艘已經下水 軍事專家分析 如今美國就算派出兩個航母戰鬥群 恐怕也難讓大陸演起席鼓 華爾街日報評論指出 在大陸迅速發展軍備之際 美國卻正值老化軍艦軍機 大規模退役階階段 軍事力量大幅銳減 評論也指出 習近平曾經表示 解放台灣必須由他完成 美國似乎低估了 大陸收復台灣的決心 記者劉家宇報導 台灣大學的官網昨晚被害 那麼見面充斥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標語 今天又被人發現 學務處的網頁變成了一張截圖 沒有辦法點擊任何的連結 難道又被害了嗎 校方做出澄清 澄清並沒有駭客攻擊 是校方主動將這個畫面呈現禁止 好檢查說到底有沒有做一些防範 那麼的確 昨天被害是事實 但今天呢 只是在做這個預防性的檢查 在稍早網頁已經恢復正常了 那麼持續我們就要來看看的是 共軍有公布的是 軍艦距離花蓮和平電廠不到12海里的畫面 但是國軍卻沒有進行 警告或驅離的動作 前列委郭正亮就說 敵軍都已經進入我們的領海了喔 但我國國軍卻沒有相關的對應的程序 作戰參雜了太多政治考量 其實也會讓第一線的官兵無所適從 人家發現他根本就已經開進了12海里 你沒有任何動作 你至少要示警吧 我不是說你要打他啦 你至少要示警吧 那個已經進入你的領海了 你進入領海沒有動作 那請問未來第一線的國軍怎麼守啊 我怎麼知道長官的意象如何 我還要 我國軍坦白講軍人就是一翻兩瞪眼 你要叫人家勇敢 你要讓人家知道 我是守法守紀律的軍人 該做我就做 結果人家已經進入你的領海 你還沒有動作 我不是說要交戰 我說你這只要對空名槍吧 要做一些比較大的動作 讓國際看到吧 你連這個動作都沒有 為什麼 到底是為什麼 你問我要問誰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會讓軍人無所適從嘛 你連作戰都要用政治考慮 那你真的會有一些嚴重的後果 你會讓第一線的人不知道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你現在在想什麼 還有解放軍對我開火 我第一時間可不可以回擊啊 那你如果因為政治考慮說不行 那我不是送死嗎 對 我不是 你不是把國軍置於生命危險之中嗎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這樣幹啊 我如果被開火 我第一線還沒有全力做立即反應 你說有哪一個國家這樣規定 那麼繼續我們就來掌握的是解放軍的這個軍演呢 傳出由貢艦越過了海峽中線 還首度進入了我國24海里的 臨海臨街的這個區域 但是國防部就坦言說這個軍演的確有壓迫我國軍演訓的空間 但是也沒有任何的貢艦侵入我國的領海 而至於8月4號當天 中國大陸有發射導彈穿過台灣上空 為何沒有發布訊息 這件事情也被問爆了 那麼坐計士的這個次長就表示說 目前根據研判是導彈的落點是在海上 卻對陸地沒有造成影響 有關於軍事 中共的軍事延續 基本上來講他會壓迫我們的訓練空間 跟我們的反應時間 所以說國軍不會退縮 我們將會更積極的來應付 中共的基建從來沒有進入到我的領空跟領海 那麼國軍因應敵情 也會派遣相對的基建來實施應付 我們除了持續的嚴密監控軍的行動 依照經常戰備時期 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還有戰備規定來應付之外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嚴密監控 國軍將依照戰備規定 還有相關的武器接戰規定來應付 我們會掌握相關的威脅程度 適度的應付 外傳8月4日共軍發射彈導飛彈相關資訊 國防部員有意公佈 但聽說被高層人員阻擋而未發布 請問是否屬實 這個導彈自從它發射了以後 我們會即時掌握 並且追蹤彈道的飛彈的航機 跟它的弱點 我們此次研判它的弱點是在海上 所以說對地面是沒有威脅的 因此國防部決定不予發布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以及弱於幫你來打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